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墨水筆的擂台 我們今天看的兩支筆是白金牌兩支自己出的入門墨水筆 上面那支叫 Pleasure, 鹹的那支叫 Preppy 相信如果有玩開或留意的朋友都對這兩支筆不會太陌生 今天就來看看兩支筆哪支好一點呢? 因為 Pleasure 的價格大約100元左右 而 Pleasure 的價格大約20-30元左右 究竟20-30元至100元,大約3倍左右的價錢不同在哪裏呢?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看兩支筆的外表 先給大家一些背景的資料 其實兩支筆都是白金牌自己出的入門筆款 所以大家看到的粗幼和長度都差不多 大概徘徊在13-14cm左右 那粗幼拿近一點給大家看 其實都是差不多 稍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兩支筆 首先我們來看看 Preppy 先 PREppy 作為白金牌一個比較便宜的筆款 其實很多玩家都會盛贊這支筆的 借渣的價錢,燒烤的味道 但燒烤的味道當然不是說筆乾 或者是在筆佔的彈性 而是在技術方面 這支筆的技術是做得非常好的 這支筆是怎樣看呢? 想跟大家看看 例如PREppy 白金牌也出了不同 大約兩三代 這支是第三代比較新的 這支是透明桿 上面就是PREppy 這支筆蓋是便宜的 所以也是一塊膠 因為它配合不同色的 因為它本身跟著黑色的膠 所以它是用黑色的透明膠 有紫色、綠色、粉紅色、黃色、藍色 有很多 有不同的顏色 但主要是後來的筆乾 和筆夾的顏色 整支筆都挺一體的 筆頂上會刻住這支筆的粗幼 這支筆是0.3 有0.2、0.3、0.5和0.7 但是0.7和0.2都比較少 最常遠是0.3和0.5 在日本的標準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0.3是F 當然 在歐洲的旁邊來說 0.3是EF 所以 日本筆的粗幼是幼少 首先是筆蓋 筆蓋一筆盛 它雖然是一支很便宜的筆 但也有一個很先進的科技 如果大家看到這裏 筆蓋有一個彈弓 加上一個膠的筆帽 其實可以做甚麼呢? 作為一支白外式的墨碎筆 其實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筆尖的氣密性 因為如果不夠氣密性的話 很常見到的問題就是 墨其實都是液態的 放得太久 墨就蒸化了 結果長時間不用 之後可能過兩個月後拿出來 這支筆是寫不出來的 因為墨水乾了 所以如果做得好 這支筆裡面的液態 就不會太快蒸發 也會令這支筆乾乾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做了一個 白金牌特別的 申請一個專利 就叫Sleep and Seal 是甚麼意思呢? 顧名思義 包進去的時候 其實這筆乾前面的硬位 就是剛剛好套住那筆套 再包進去的時候 一頂 其實就是靠一個 像功彈簧的壓力 壓在筆乾 和筆壓的位置 令到 筆尖的整個位置 套在一筆套裡面 是氣密的 用了壓力 這樣壓住了它 據稱 用了這個技術之後 發金牌說 一年一支筆都可以乾乾的 當然啦 我也沒有放這支筆一年 所以不知道 但是放了幾個星期 用後 又真的做到它的 不乾的效果 對了 好了 看看 額位了 白金牌 這件很有趣的特點 就是這支筆的筆尖 其實是可以拔出來的 如果大家有玩過 平常的普通的墨碎筆 其他品牌的墨碎筆 例如是 日本的PILOT 也好 意大利 美國的CROSS 也好 都會知道 其實一支筆的筆尖 不是那麼容易拔出來的 例如我身邊這支 三文堂 這個筆尖 其實很難用手 拆出來的 但是呢 PREPPY 作為一個便宜的款式 竟然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 那支筆尖 連在後面的筆尖 其實只要輕一轉 這樣拔 哎呀 其實呢 就可以拿出來了 大家看到 去 筆尖 就是這裏 而呢 這個額位 就沒有了那個 捏線 我們英文說的 其實是一個頗特別的 因為呢 代表了一件事 很容易洗 因為整支筆 你這樣很容易拆解出來 洗乾淨 就可以有不同的墨水 第二件事 如果我有幾支 PREPPY 筆尖是可以互換的使用的 可能我覺得0.3 太粗了 那我就買一支0.2 拆掉它的尖 如果我喜歡黑色的話 對嗎 所以這是一個 個人認為是很特別的設計 所以就插上去吧 由於這支筆 筆的Nit Fit 上 沒有任何草墨的裝置 所以草墨的部分 就是加上去這個角落 透明的鞋位 大家就會看到一個 其實這個概念 不知道大家有看過沒有 就好像蜜蜂的蜂巢一樣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影片 就是蜜蜂的蜂巢 其實有很多蜂蜜 只要用一個箱子壓進去 然後蜂蜂就會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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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是沒有辦法拆下來的 即是說,你只可以用一個吸默器或泵 不斷來回,壓下壓下壓下這樣清洗 即是清洗後,其實我已經風乾了3-4天 不知道是否讚佈好還是不好 水仍然卡在裡面 所以,如果有比較完美主意者,就會覺得 嗯?喂,這樣我卡在這裡 我再灌墨水上去的時候 其實這裡的水就會生氣了我下面的墨泵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大概就是這樣 後面是一個全膠的筆乾,沒有什麼特別的 還有一個小鈴鐺,大家可以看到 這支大概就是 Preppy 的樣子 我們看完 Preppy 呢,就看看這個 Pleasure 系列 Pleasure 系列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坦白說,同一支是沒有分別的 同一支 Preppy 大家如果有細心留意的話 看看也盡量看看吧 Pleasure 比 Preppy 很明顯大家看到 是一個比較進階版的概念 整支筆仍然是比較原本的設計 沒有什麼特別的裝飾 唯一是多了筆乾上面中間 這個位置有一個很厚的車輪 我認為好像車太那樣的款式 有幾個不環 寫著Pleasure 還有幾個圈圈 還有幾個裝飾 好像能泰文一樣 做一個點綴,譬如Platinum Japan 筆夾也換成金屬的筆夾 但大家可以看到 造工也比較粗糙 不會像比較漂亮的設計 對比一下Pilot 78G 其實它的筆夾也會比較漂亮 所以當然,作為一支入門的墨碎筆 它的設計或造工一定不會很美 比美到很高級的筆 不過也不要緊 其實整支筆最重要是實用 我們看完筆蓋 之後,我們就看看筆的額位 大家是不是有點熟悉呢? 其實沒錯 因為跟Pleasure 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廠方當然不知道有沒有官方的文件顯示 但相信其實兩支筆在Assembly的時候 用的是同一個模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透明的額位 其實是一模一樣 甚至兩支尖也是一樣的 跟剛才大家看到就是拔出來那款的尖 其實是一樣的 這支不一樣的是什麼呢? 是筆桿而已 筆桿呢 Pleasure 作為膠桿 Pleasure 作為一個金屬桿 當然金屬桿呢 都是很輕的金屬 大家看到裡面是一個金屬盒金 可以說是 我這款是特別做了這個 其實還有其他款 其他款就是 比較雅面式的合金 因為應該相信到了Cromium 上去之後 應該相信到了Cromium 上去之後 就有不同的顏色 好像綠色、金色、紅色、黃色、藍色等 配搭配色的 我這支的Pleasure 相信是半特別版 因為這支的款式的名稱是 Gun Metal 即是昌金屬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是一個 倒落的 classic 款式 我們要有一個很chromatic的設計 整支筆 當然 金屬的感覺 拿下去是比較好的 有一點質感 但Pleasure 其實都是合金的關係 它使用的合金也很輕 整支筆 拿下去 你問我其實重量的感覺 跟一支PREPY 差不多 只不過是把數加換了很輕量的合金 所以其實兩支筆 整支筆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Pleasure 系列的筆蓋 其實都是同一一樣 用了這個Sleep and Seal 的筆蓋 所以整體來說 一兩支筆是一鬼模一樣的 其實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殼 好像一輛車一樣 其實底盤 裡面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外殼 由碳籤 變成金屬 所以其實兩支筆的膽 都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一個殼 當然 有人會問 兩支筆寫起來的感覺 有沒有不同呢? 很抱歉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那個尖 正如剛才我給大家看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尖 不會說兩支 有一個太大的分別 大家都看到Platinum 3 所以 嗯 技術上是沒有新別的 所以 我個人得出一個結論 可能未必大家都會同意 就是 其實呢 30元 100元 其實分別呢 三倍的分別 就在於 你 捨不捨得 在入門的時候 買一支金屬 好像金屬做的筆 對比一支膠做的筆 其實他們的膽 也是一樣的 當然 有些人會覺得 我入門玩墨水筆 我不會買一支 沙巴沙 例子 大家可能平時會看到 上學用的筆 無運良品的筆 這樣 好像不太專業 也很普通 但對比起 好像這樣的樣子 當然是英俊一點 但英俊一點 在數倍的價錢 值不值得呢? 我自己也覺得 其實也不太值 因為如果你是想試這個感覺 30元也能試到 何必要買100元呢? 除了你說 啊 我熟落了 我覺得這一款 即是那個硬位 和那個 筆墊做得不錯 我自己寫得挺舒服 其實的確都寫得挺舒服的 因為他真的剛剛好 就得中間的 粗誘度 寫出來又流暢 白金牌的墊都做得 所以 可能我習慣了 但我又覺得 嗯 又真的好像 比較膠 還有為什麼呢? 有一件事 我自己發現 可能是關於批次的問題 這支筆呢 好像老化得很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呢 我這支筆的透明膠蓋 和這個壓位 其實都有變黃的情況發生 我相信不是水 因為我用清流水洗的 因為我用清流水洗的 我相信 就是因為它的膠蓋 用得太久 老化了 整支筆呢 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 浪費得多了 哎呀 變黃了 當然我相信 這支 80元的PLASURE 就少見到 因為是金屬不新 所以其實兩支 哪支比較好呢? 嗯 就視乎大家 想要什麼的外觀 實用的 我會建議大家買PREPY 就行了 因為PREPY 其實30元已經做到那個質素 不對啊 我又要美又要實用的 那就真的可以考慮一下PLASURE 雖然價格比較貴 80元 其實不同地方 給我貼士打壓 真的有不同的價格 有些地方可能是80元 有些地方是82元 所以大家有去買的時候 就不妨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PREPY也是這樣的 有些地方PREPY 0.3-0.5的款式 賣20多元 25-26元 有些地方是賣32-33元 甚至有些地方我最誇張的 是賣45元 所以呢 嗯 大家入手之前 都要考慮一下 價格的分別 以及最主要的考慮點 正如我剛才也不斷重複 就是外觀 今天的墨水不雷創 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